这个名叫软软的小女孩有多可怜 继父继母每天只给她吃了猫头 还不停地让她做家务 甚至是给继父家的熊孩子当狗奇 殊不知 小女孩的真实身份是龙国首富失踪多年的小女儿 而首富一家也找了她三年 这天 首富一家终于找到了失散三年的小女孩 哄 死丫头 娘让你把房间的地板擦到反光 为什么地板还没反光 你这个好之懒做的赔钱货 是不是偷懒了 看我不打死你 软软没有偷懒 软软真的很努力地在擦 哟吼 你个赔钱货 竟然还敢给老娘顶嘴 招打 继母拿起拖把 狠狠地教育软软 好疼 但必须忍住不能哭出来 如果哭出来的话 爸爸妈妈就不会给软软饭吃 还会把软软赶到狗窝里睡觉 哄 老娘警告你 以后再敢跟老娘顶嘴 就把你的双腿打断 哎 老婆 你要是把这死丫头的腿打断了 谁给我们洗衣做饭 谁给我们打扫卫生 谁给我们当牛做满 哼 也是啊 毕竟这死丫头可比花钱雇佣的保姆强多了 呜呜 妈妈 我肚子饿饿 赔钱货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给我们做饭 想饿死我们呀 当初我们怎么就收养了你这么一个心肠歹毒的东西 别打我 我这就去煮饭 此时 另一边 一辆豪车停在野花村门口 老板 我们到了 根据私家侦探调查 小小姐很有可能被改卖到这家人 可恶 别让我查出来 究竟是谁拐卖了我女儿 否则我必定要将她碎尸万段 走 此时继母一家人正在吃饭 哄 赔钱货 这是前天剩下的馒头 我大发慈悲伤给你了 蹲在狗窝旁边去吃吧 太好了 有馒头 终于不用再饿肚子了 烫 好烫啊 哎呦喂 我的小宝啊 赔钱货 你可真该死啊 看你煮的什么饭 这么烫 烫到我儿子了 气死我了 我打死你个害羊 继父拿着拖把欧打了 为什么 我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所有错误都怪我 嘿嘿嘿 臭丫头 被打得爽巴 我其实是装的 就是想看爸爸妈妈一起揍你 为什么 我又没有得罪你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哼 谁让我昨天想骑马 让你趴在地上给我当马骑 你偏不让 在这个家里 我的地位就是大王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必须干 胆敢侮蔑我 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 你 这个坏孩子 你简直太坏了 什么 好你个臭丫头 竟然还敢骂我 爸爸 妈妈 这个坏丫头居然打我 什么 你个赔钱货 老子花五百块钱买你回来 就是专门给我儿子当牛做马的 你竟然还敢打我儿子 臭丫头 我儿子可是男孩 男孩尊贵无比 岂是你这种死丫头可以欺负的 欺负继母一起殴打两人 我没有 我没有欺负她 是她在陷害我 什么 好你个死丫头 死到临头还嘴硬 我儿子这么善良 又怎么会陷害你 竟敢污蔑我儿子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嘻嘻嘻 爸爸妈妈都相信我的话 给我狠狠教训这个臭丫头 就在这时 杨丽天和秘书进来 刚好看见这一幕 老板 那个正在被疯狂殴打的小女孩 好像就是私家侦探提供的 小小姐的照片 什么 岂有此理 杨丽天一脚踹飞机附近 软软 软软 你没事吧 小小姐身上全是伤疤 看来这家人经常虐待她 叔叔 你是谁 不好 她昏迷了 赶紧叫救护车 哎呦喂 好小子你谁呀 竟敢闯入我家 还敢对我和我老婆动手 哼 赶紧放下我们家的赔钱货 你想带我们的小畜生去哪 什么 小畜生 你们竟敢叫我的女儿小畜生 可恶 你们这些人渣可真是该死 什么 臭小子 这小畜生是我们花五百块钱买来的 专门给我儿子做同样戏的 什么你女儿 不许胡说 废话什么 赶紧抢啊 你们这些社会的败类 想干什么 这小女孩 我们已经请私家侦探查过 就是我们家老板失踪的女儿 哼 我管你们是什么人 这小畜生是我们花五百买的 就是我们家的 你们休想带走 老婆 这两个人看穿着打扮好像很有钱 啊 我懂了 你们想带走这个小畜生也没关系 当初我们买她回来 再加上这些年她在我们家吃的穿得住的 哪样都得花钱 只要你给我们家五百万 不 一千五百万 就可以带走这个小畜生 不然我们就报警 说你们拐卖儿童 哼 想要钱 一分都没有 什么 不给钱 不给钱别想带走小畜生 老公 咱们一人一把菜刀 砍死他们 哼 来人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两个 几个黑衣保镖出现 瞬间就将这对恶毒夫妻按在地上摩擦 哼 你们这些坏蛋 这臭丫头 可是我爸爸妈妈买来专门给我当牛做马的 你们把她带走了 我每天欺负谁 欧打谁 你们赶紧把她放下 她可是我的玩具 狗东西 滚 杨丽天一脚将小男孩踹飞 呜 你既然敢打我 我一定要弄死那个臭丫头 掐住她的脖子 掐死她 哼 敢动我女儿 你该死 不许碰我宝贝儿子 你们敢伤害我宝贝儿子 我绝不放过你们 我可怜的儿子 你没事吧 我还没想到她 我还没想到你 我还没想到你 贝儿子